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帮中二剑击的小朋友 今届奥运港队第一金 微笑剑后江文慧 拿着金牌游巴黎海船 虽然是清晨六点半 仍然有不少的市民在机场欢迎 江文慧就感谢港人支持 上街输了之后 要面逼私过21日隔离 然后用了很多时间去沉淀 和找我继续训练的动力 今天回来可以见到这么多人 我不知道是刚好在这里 还是特意过来 辛苦你们 很感动 我很感动 大家在香港 这么多时差都支持我们 无论如何 我们都这么支持香港的运动员 奥运金牌到手 回到香港之后 江文慧还有很多事想做 我想见我爸爸 很久没见 金牌三十岁之后有什么打伤 是啊救命我三十岁 我回到香港想做什么 很想见多些小朋友 给更多人分享到这个金牌的喜悦 还有希望跟大家庆祝 很想滑雪 因为以前一直都怕弄到膝头歌 我现在可以想想 可能去滑雪 他多谢父母和团队的支持 令到他在比赛上可以享受 我每天都跟他们说多谢 我今天再说多次 还有很多谢他们 虽然不想我做运动员 但是一直有让我去做运动员 有很多师姐 师兄 很多付出 还有真的凭他们对这个运动的热爱 比我们现在的资源少很多很多的时候 都会这么努力为香港 拿这么多好成绩 令我们这一辈有这么多资源 可以去追我们的梦想 所以要很多谢他们 我觉得在香港做运动员很幸福 特别是劍击运动员 这个生活 江环卫夺金将会获得 马会优秀运动员奖励的话 送出600万港元奖金 他希望成立慈善基金或者社企 我想因为我们劍击他的器材很多 然后要有很难长地又有限制 所以很多时候 所以我都很希望 有很高的階段运动的运动 可以多些机会给所有人都接触到 江文卫又说会用自己的奖金 去支持小朋友学劍击 也都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 无线电视机者 现在欠罗 另一位剑队成员陈乐施 也都和江文卫一起回香港 他第一次参加奥运在花剑16强子部 强调虽然未能够获奖 但是未有气馁 因为我自己除了亚运之外 都没有上过这么大的舞台 所以我自己都很享受今次的比赛 还有刚刚Vivian和嘉朗 都为我们大那么好的成绩 是一个很大的动力 有没有气馁 当然没有 我觉得我赢了一场已经很好的了 因为我赛前其实都没有期望太多 因为知道自己都 其实水平和很多选手都还差一大截距离 其实我去的时候都是觉得 你这么难得四年一次的机会拿到 下届奥运很远了 因为我其实11号还有公开赛 所以可能要先注重在公开赛 奥运就交给一两年后的我再想 先有四一会儿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消息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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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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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下 禁止市民位置 并且引入定额罚款5000元 最高刑罚亦都由罚款1万元 提高到10万元同监禁一年 除了愈获处人员 警员 条例亦都授权食环署 匡民署 同房屋署的获委任人员可以执法 执法人员在第一个月会先口头警告 如果有关的人士继续违规 就会再续执法行动 下个月1号开始会即时执法 不会再事先警告 转太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中五收视报17,311点 跌33点 总成交超过532亿 太罪活跃港股 盈富基金跌9先 恒生中国企业跌3个月 腾讯升2元 阿里巴巴升3毫半 中海油升1毫半 恒生中国企业跌3毫2先 美团升3毫 南方恒生科技跌3先 汇控跌4毫半 京东跌4个9毫半 友邦升4毫半 看其他主要男手表现 汇控跌4毫半 友邦升4毫半 中移动升1个2毫半 港交所跌2个6毫 煤气升1毫9先 人民币柜台最活跃港股以人民币计价 中银香港跌2毫半 联赏跌1毫1先 北道集团跌9 美团跌2毫 中移动升1.05元 港交所跌2个2 阿里巴巴跌1毫 比亚地股份跌4 新鸿基地产升1毫半 京东集团跌4个6毫半 恒生科技指数跌45点 报3471点 转贪内地股市 上海A股跌6点 上证综合指数跌6点 深圳A股跌10点 深圳成分指数跌82点 各位外来军裔 奥运重剑金牌得主 江文慧由巴黎海船 他形容做香港运动员好幸福 又说会将奖金成立慈善基金 帮中移剑击介绍朋友 今阶奥运港队第一金 微笑剑后江文慧 拿着金牌由巴黎海船 虽然是清晨6点半 仍然有不少市民在机场欢迎 江文慧就感谢港人支持 上阶输了之后 要面逼私过21天隔离 然后用了很多时间去沉淀 还有找我去继续训练的动力 今天回来可以见到这么多人 我不知道是刚好在这里 还是故意过来 很幸福你们 很感动 我让大家在香港 这么多时差都支持我们 无论如何 我们都支持香港的运动员 奥运金牌到手 回到香港之后 江文慧还有很多事情想做 我想见我爸爸很久没见 你现在30岁了 之后会有什么打算 是啊 救命我30岁 我回到香港想做什么 很想见多些小朋友 让更多人分享到这个金牌的喜悦 还有希望跟大家庆祝 很想滑雪 因为以前一直都怕弄掉的膝头锅 但我现在可以想想可能去滑雪 他多谢父母和团队的支持 令到他在比赛上可以享受 我天天都跟他们说多谢 我今天再说多次 还有很多谢他们 虽然不想我做运动员 但也一直有让我去做运动员 有很多师姐 师兄 很多付出 还有真的凭他们对这个运动的意外 是少过我们现在的资源很多很多的时候 都会这么努力去为香港 去拿这么多好成绩 令我们这一辈有这么多资源 可以去追我们的梦想 所以要很多谢他们 我觉得在香港做运动员很幸福 特别是劍击运动员 这个生活 江环为夺金 将会获得马会优秀运动员 奖励的话 送出600万港元奖金 他希望成立慈善基金或者社企 我想因为我们劍击他的器材很多 然后又很难地有限制 所以很多时候 所以我都很希望 有些有很高的階段階段运动的运动 可以多些机会给所有人都接触到 江环为又说 会用自己的奖金去支持小朋友学劍击 也都希望每一个小朋友 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 无线电视记者 现在欠不留 即日开始 禁止位置野夹 为例价可以罚款最少五千元 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生效 在中环街市外面的行人天桥 比较多野夹聚集的位置 挂起宣传黄额 条例原本涵盖猫和野猪等等 修订之后扩展到野夹 禁止市民位置 并车引入定额罚款五千元 最高刑罚 也都有罚款一万元 提高到十万元 同监禁一年 除了是渔户处人员 警员 条例亦都是授权食环署 康民署和房屋署的委任人员 都可以执法 执法人员在第一个月 会先口头警告 如果有关人士继续违规 就会采取执法行动 下个月1日开始 会即时执法 不再事先警告 恒生指数中午 收视报一万七千三百一十一点 跌三十三点 总成交超过五百三十二亿 看下最活跃港股 盈富基金跌九仙 恒生中国企业跌三毫二仙 腾讯升两元 阿里巴巴升三毫半 中海游升一毫半 美团升三毫 南方恒生科技跌三千路 回控跌四毫半 京东集团跌四个九毫半 友邦升四毫半 看其他主要蓝色表现 汇控跌四毫半 友邦升四毫半 中移动升一二毫半 港交所跌两个六 煤气升一毫九千 恒生科技指数跌四十五点 报三千四百七十一点 转摊内跌股市 上海A股跌六点 上证综合指数跌六点 深圳A股跌十点 深圳成分指数跌八十二点 医学会话 过往有部分病人 即使医学上没有需要 都会要求医生转介他们 到公立医院专科看病 情况是怎样 新成立的基层医疗署 将会制定转介标准 避免不必要转介 做法和现在又有什么不同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 基层医疗署说 日后的转介标准 除了涵盖普通科医生 在什么情况之下 转介病人到公立医院专科之外 亦都会订出稳定指标 被公立医院专科 将病人转回去普通科 但针对部分港人认为专科比较好 厨房又可以怎样扭转这个观念呢 55岁的他发名Ada患有哮喘 病情比较稳定的时候 都会去到公园做运动 他现在大约每三个月 去到半年就需要去到 公立医院的内科复诊 他说近年病况很转 医生曾经建议他 转回去普通科门诊复诊 早几年那时就有医生说 你稳定的了 你不用在这里看的了 我还问医生 我是不是叫做稳定呢 医生就说 那你好了 那你就在东区复诊 之后 过了不知一两年 因为早一两年 我都是 哮喘病人其实是多了的 入医院多了的 他都要给氧气我 还有要打些类固成的 抗生素下去 这样给我的 其实都要 其实我觉得 不知道我这些是叫不叫稳定 除了哮喘 他也正向眼科 耳鼻喉科等等求诊 他说平时身体不舒服 都会趁着在内科复诊的时候 要求医生将他转介 去到其他专科 感觉比较安心 好像几个月前 他觉得自己心跳加快 就要求内科医生 转介他去能候心脏科 我本身是有哮喘的 我已经要喷药了 那种喷药是会导致心会快的 跳得多 那时候我会有些汗 飙汗 就会令到我呼吸更加难的 其实都辛苦的 但我都担心的 我就跟他说 不如这样吧 你会不会给心脏科医生 因为当时那个医生 他是内科医生来的 他真的没有答到我心脏科的东西 本身是外科医生的医疗卫生界医员 林哲元曾经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 他认为公立医院内部转介 有时比较宽松 我相信在不少医生的心目之中 他都会觉得有问题 很直接就是说我转介给转科 一个常见的例子 譬如在我们自己外科医生 做完手术了 病人多好 伤害没问题 不用复诊了 医生呀 或者鼻敏感 好 帮你设计鼻喉 顺手就写了 有时是一个惯性的做法 去年香港有大约16000多个注册西医 专科和普通科医生大约各占一半 本身是普通科医生的香港医学会会长 郑志文辞出 过往遇过不少的患者 经常都要求他写信转介 去到公立医院专科门诊 现在公立医院专科门产 稳定新症的轮后时间 往往要以年计 以眼科为例 最长要等接近四年 郑志文说 遇上有患者要求转介专科 但他判断无需要的时候 会仔细向病人解释 避免因为不必要的转介 令到轮后的队伍越来越长 譬如有一个20岁的年轻 他就说他的胸口 很久不中就会痛一下 那一下就维持大概两秒钟左右 试过多少次又不是很清楚 运动的时候有没有问题 他经常就说我担心心血管阻塞了 我一定要去专科那里 这个很明显就不是很合适的需求 因为本身是心血管的阻塞是需要时间 那这些情况我们真的需要解释清楚给他听 他说现在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医学组织都会因应当地的需求和不同的病症提供医学上或者行政上的转介建议 他说香港医生在判断是否需要转介病人去到专科跟进的时候都会参考这些地区的建议 一些比较是复杂的个案 简单说譬如糖尿 如果那位病人他没有什么其他的病发症 在用了第一线药很容易控制的时候 在家庭医生的层面是绝对可以处理了 但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个案 譬如可能他有其他的病发症 可能神功能开始有问题了 这些个案会是譬如在一些相关的指引或者说出这些情形就需要转介去相关 譬如来分泌科 新成立的基层医疗署将会制定转介标准 包括要先做哪些检查才可以转介病人去到公立医院专科门诊 也都会订立稳定指标给公立医院的专科将病人转回去普通科 减轻专科门诊的压力 我们订了标准之后 其实对业界已经是有一个啟发作用的 当那个医院接收一个转介 或者是一个家庭医生发出的转介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用当中的一些福建 是知道有关的转介是否一个叫做合适和合适 然后我们可以透过在同医生的沟通培训 通过一些叫做业界里面我们的一个共识的做法 它会慢慢令到这个做法可以调整 他又说虽然本港的医生 向来都会参考不同国际医学组织的转介指引 但各地指引不同 同样日后制定本地标准有助同一业界的做法 我举个例子的压高其实也有原发性和逐发性的血压高 当中如果它做了一些关于一些我们叫做腎功能 或者是一些关于它有些小变的检验之后 它们可以更加清晰估算 市民是一个逐发性高血压的可能性是多高 它才做出的转介 当将来我们发展参考业界现在的做法 还有都要拿到很多共识 我们才可以发展我们叫做一个标准出来 政府在去年年底推出的 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渡计划 也都设有一次性的双向转介机制 家庭医生可以按照指引 安排确诊高血压或者高血糖的参加者 去到公立医院专科门诊求诊一次 之后由家庭医生继续跟进 彭菲就说现阶段未有制定转介标准的时间表 但到时会参考这次先渡计划的做法 譬如糖尿病在我们计划里面 它只是当它有一些关于心臟病的迹象 又或者它的糖尿病的控制 是影响到其他器官 在这些条件之下 专科的介入是有帮助的 因为他们对于一些检查 到底有没有一些需要更多专科的处理 还是家庭医生只要在药物方面 或者在他的生活习惯方面做出一些改动 我想这些都是成为将来 发展转介服务时的一个参考作用 医学会相信将来新标准制定之后 有助减少前线医生和患者的争拗 但前提是 处方需要教育市民清楚了解标准的内容 指引第一一定要有营受性 最重要是广泛宣传 告诉市民听 不是说家庭医生或者我们的普通科医生留难你 而是第一来说 真的这样做其实是帮到病人 他要了解到这一点 是这样的情况 他没有需要一个专科的转介 或者是去到专科转介 未必帮到他 反而拖延了他的病症 也都不出奇 代表业界的林哲元就希望处方在制定新标准的同时 为市民提供足够的资源配套 比如同一个病人做一些化验 有个初步诊断先转介的时候 那我们要考虑就是病人从何得到这些资源 有些中产市民没问题的 可能是数百元去做个检查 但如果对于比较上基层市民来说 有时再贵一点就真的负责不起 政府在2022年公布基层医疗健康南图 建议加强本港基层医疗服务的发展 以舒缓公营医疗的压力 林哲元建议政府长远还要建立完善的社区医疗网络 不论你是观塘区 丫头角区 或者九郎城区等等 你那区的市民都知道那些是除了医生 还有护士 药剂师 足够的康复治疗的同事 或者言语治疗等等 在社区都是能够提供 而且这些专业人员之间是有协调 大家就可以合作 可以一起帮这个病人 时事当面看 今集时间足够了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